很多時候網絡封印的原因 就是來自員工本身的軟件 例如買了USB 拿出Office 或是沒有Patch電腦等等 從香港的客戶裏 其實香港的保衛不是新的 香港保衛應該超過20年 但問題是20年前買的機器會很少 主要是針對大公司為主 過去兩三年 整個網絡保衛在香港發展是很急速的 尤其是在網絡事件 其實在校舖裏裏面 什麼行業都有 但問題是主要為主要 大公司為主 如果大公司知道沒有買 而有風險裏面 其實對於公司本身的聲譽 和對於公司本身常有很大壓力 為什麼會有這個風險 亦不找解決方法去處理這個問題 中小記裏面有一個問題 中小記不需要單純 這個叫做錢的金融交易 其實是需要服務 在本身裏面來說 另一個不解決中小記裏面來說 其實我將自己的IT Service Outsource所出街的 但問題是在法律層面來說 Outsource的東西 不代表Outsource的利益 很多銀行裏面來說 它的Cost Center 也未必自己的銀行自己做 Outsource 但下回不會告Outsource 一定會告銀行本身自己 因為本身的contractual liability 所以本身裏面來說 這方面也是中小記 過去兩年的需求會增加 或者比一個很high level 從Demand或市場發展裏面來說 其實我們每年從網絡 香港裏面來說 增長速度都是超過雙位數字 高雙位數字的增長 從市場份量看來 當然了 其實佔整個香港市場 從行業平均的市場 增加一個很少的水平 但問題從增長的速度來 就是一個比較high double-digit growth 在全香港市場間 對公司來說